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英语口语的练习 有个好朋友他曾经跟我说 他说当我说英语的时候 感觉全世界都是你的 他对我夸奖的比较厉害 然后对我很受用 我也很感谢他 其实也只是因为自己的爱好 从读书的时候 只是为了成绩 你会去努力的学一些单词 语法 然后怎么通过考试各方面的东西 让考试分数增加 所以我要告诉在学英语的朋友 就是说其实口语 它跟你的考试 它是两个方向的 就是会让你的性格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你在学校通过考试 你是需要安静的 安静的去处理这些 像你要记住要背的 然后要理解的东西 对吧 那你是为了通过考试 然后让分数增加 对吧 我们都得把题目先做好 理论的东西 那我们口语呢 它是一个就是说外向性的东西 我们需要就是性格稍微外向一些 经常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口语去练习 还有 对于我来说 我为什么会去练这个英语呢 因为当时就是觉得挺爱好 然后就感觉模仿能力比较强吧 所以我们这一点到时候可以用力落上 再加上一个重点的就是 你需要看一些电影 因为它口语的话 它就是说话 跟语文一样 你需要去 自己去看一些电影 听一些歌 然后看看人家的一个 人的一个心理反应 说话的表情 各方面什么东西 它当然是什么想法 一种表达的方式 这个会促成你想怎么表达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会 跟你学习理论的东西 就是它是以理论为基础 跟你学理论 低下头去学理论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抬头讲英语的时候 那你就是要把头抬起来 自信地去发音 然后不要觉得 我一定要达到完美 或者是怎么样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需要这么严肃 要大胆地先去开口 我到时候会给大家讲 分析的具体一点 今天先说个大概吧 欢迎我们就是 大家到时候一起探讨和学习